第一场我只是讲 他真的试得不错的,有几种我都讲给你们听 碎炸是有点生的,但是他试得不差的 但是你要博他临场的演出 高明力量第一课集有些问题的 下一次加了配备试得好的 另外那只叫做快狠准 上次就在增感的课集 记得我说过 这是增感的课集 他就在里面比住 增感就推上来 他又再推上来 今天再看了一波 我就说月球好一点 那天爆了冷 增感我说他OK 赢了 现在跟大家看坚有威和快狠准 看一看一只 但我已经说了几只 虽然这个课集 其实头两那些段速比较慢 只是那段时间快 但是这只快狠准 我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会找艾少丽来骑 就是不用巴道 这只快狠准 这只坚有威 所以前面的码全部都没有用力 到没段时间 就够备住那只快狠准 快狠准 快狠准 前面的码是够的 有些轴距突过 正感就够了 快狠准 还跑了 那只坚有威 外面就会把演出的 那只坚有威 反正的课集 我说过来 这只坚有威 坚有威试得是好 真感是OK 快狠准 但是严格来说 这只坚有威还没有跑今季 我跟大家看过课集 我觉得它比这一部 但是他说这一货试得好不好呢?其实都好 但是那一货呢,他未跑之前我说他好那一货呢 那一货是比这一货,但是这一货我认为都OK的了 我看过我记得的嘛,那个走势是比这一货更好一点的嘛 上一次我不是跟你们讲啊,彪潭精英啊 我说他上一货集是摆头走是断断,头二三断都快回来的嘛 我说那一货集是很漂亮的嘛,那一我又选的嘛 上次我播彪潭精英给你们看,我说他这货集不跟上次试的那只马 你就可以帮我做正比一字哦 坚有威呢,就不跟彪潭精英,他这一货集和上次那一货集都是这样的 但是那一货呢,可能那时的马有新鲜感,是漂亮一点的 这一货呢,是都OK的,如果你要强要几个判断,那一货是再漂亮一点 但是你说阿利文,你觉得他这一货试得好不可以吗?都可以的啦 不过今天的对手都挺厉害的,这个增感就想哄下去了 那快肯准想再哄你,过你,有没有反应呢? 增感过了他,那快肯准过他,那快肯准过他,那快肯准过他 但是我见过的坚有威呢,是比这一货更漂亮一点 如果你说那一货是十成的,那一货是九成半左右 我说有那句说那句,你说这一货我只是播了那一货叫做 拜肯准给你看,但是严格来说,黑白啊,高明力量啊,碎炸都试得不错的 第二货,第三货,先减了电讯龙推,有市集,档位都要好的,也有报文啦 你希望就继续交到水准啦,第二货,是个档位就差了啦 但是呢,我见过他谷草也有点追的,最重要是看官顿有没有心机跑 这一货是十二档啊,第三货,今季没什么跑得差的曼士领呢 其实他一向都是田草的,今季才转去谷草而已 上次都追了很多,不过那一天呢,短途是有得追的,那一天啊 跟小刺蛋那场好像我记得了,记得了 第二,我先看一次,应该是有限的,因为我看了太多条片了,我不是常常记得了 这一天啊,新干线,即是那一天啊,那一天啊 那跟着就曼士领啦,希望东哥好好发挥啦,希望东哥啊 那第四只的,其实我很少选这只马的,希望他在这里有个一浪啊 叫做成熟一些啊,稳定一些啊,放在前面九先啊,喊到辣哥哥啊 那连年胜利啦,2号的电讯龙推,5号的风云武士,8号的曼士领,9号的连年胜利 那希望各位赢多些,请支持,咳咳咳,立民训步,简马有理有据,拒绝口开河 那虽然说跑法会被动一些,会比较吃底一些啊 但是以实力计呢,如果以一切顺利利啊,出闸又顺利啊,穩位又顺利啊 那他的后劲就好像挺一些的,但是就要博啦 那潮州精神呢,就加多一些,但是档位就好像是冷一点,跑法又安心一点 那两只都有选啦,四啦,一啦 第三只,上次的绿色好运啦,虽然上一场的对手呢 其实有很多都是在一些不利的情况之下,他就在里面摄就摄上来啦 但是都是一只没见完的嘛,那今天都是换了,潘盾啦 那上次都一百零几块的,今天的档位更好了啦 看下潘盾是怎么发挥的,这绿色好运啦 这一场就比较多,还没跑过1400的嘛,他又要跑过1400的嘛 那又变成了可能说,别人的考验就大一点嘛 就是没跑过,你要克服,他好像克服了啦 第四只就好跑范的啦,全部都没跑过1400的嘛 那直至我选一只呢,上季就好的,今季就不好的,魅力之余 上次一粒,一除了个眼爪,就推回前些来跑啦 那今天试下缩下来,看下怎么啦,那拣下的魅力之余啦 请支持这些文贫道,拣下有理有据,拒续迅速开航 希望各位赢多些,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都不记得我讲过那些什么嘛 第五场金卫星星试得OK的,对啦 古浪晨天都好了少少的,第六场,第十场是要讲坚有威的啦 刚才看了啦,坚有威,当我播了啦,坚有威 但是今天的坚有威,那些对手都挺厉害的 另外除了坚有威之外啦 那些叫做时尚欢欣呢,我那次不是说他试习得好就赢了一场,跟着再赢了一场啦 其实今天的时尚欢欣都试得好的,对啦 另外我说 我说他试乱的渠点 我说我们好像要不要很害羞 种奇弹的人 我说你再试买喔 他算了过完然后还差别更多 我说他算了 我说的是我还能不能做的 我说是每个人都有那种 我说吗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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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突然间走来缩程的也是有的 今天这一场马就和大家只看一只马的试集 就是这一只英雄战歌 这只马多数在重化试集 试过又戴头罩又不戴头罩 其实就遇到那些水准 整天和那只叫旋风飞扬都遇过两次来试集 应该是两次我记得 有时好有时不好 但是下来香港两货都是潘顿的 第一货是潘顿带头罩 拍下来的马是没有反应的 昨天黑白就跑过第四 那一货集呢 带头罩好像表现是直路的问题 还是表现不是很稳定的问题 但是到第二货集 潘顿黎超声帮他脱了头罩 这只马在中段踩上来 这货集都是对着那些旧马的嘛 那些什么喜智宝 一千周六四 那超声道 孙庵升 什么鬼 République 货集都是一些旧马来的 从业 他多数都在对着新马仕的 这只英雄ically 那他他搞得爱当出来 其實是潘頓來的 不是喊少禮,是潘頓來的,潘頓現在請假 去了慶祝生日,大家祝潘頓生日快樂 合家平安生日快樂 整天騎馬騎到這樣 這一隻就是英雄戰歌 這裡其實步速都有點慢 流下流下,索性都有點急急的 那隻馬除了頭罩呢 待會中段就直接踩上去 這個彎好像人家已經快活鞠中段變咒 你們慢步速,繞了上去 繞了在旁邊那隻出賽都沒有表現的一代中師 但裡面那隻是知道長勝 也叫做勒雲暑駕馬 現在都上了三班 這裡的英雄戰歌 但是潘頓這裡拍下去就跟上次那貨集 直路集有頭罩差不多 拍下去呢,他又不是很醒的 拍了兩下,拍了兩下 咦,都沒有什麼特別了 潘頓就要大力點騎下去了 那麼大力點騎下去呢 就叫做好過上貨 也叫做有些反應 其實這隻馬還是不是很純熟的馬來的 不是一拍下去那隻馬就醒了,衝了 但是試那些閘 這一課除了頭罩 就已經比前一課潘頓試試得好 那麼今天試集就只有一隻 不過呢 他是沒有試過谷襲的 新力今天過來呢 都是沒有試過谷襲的 旋風飛翁龍就沒得說了 他跑了一場 那麼另外試集就是這麼多了 那麼說這十隻馬 我對他的看法 這一隻青春力量呢 其實他跑了兩三場賽事呢 除了上一場跑泥地特別差 其實他拿三班呢 我覺得他比較均速一點的 但是今天又下了四班 又換了一個頭罩 都是有些變數啦 不過我記得我看過他有一課集 加一個頭罩呢 就在重化那課集 又表現得一般的 我覺得他今天就純粹是 看看下班會不會有些變數 這些青春力量 就是... 始終都是一些質身的馬來的 其實他在三班 雖然說跑的名次很厚 但是也不是說沒有追的 是的 那麼2號的王者驕傲這隻馬呢 嗯... 沒什麼得好說的 其實呢 他... 縮程呢 很多時候都跑得好的 千二位 你看到他跑第四啦 千二米 跑第五啦 一千米 跑第四啦 只有這一場就跑第八 然後這一場初出 跑第十 然後去到千二米 又跑第四 就是這隻馬 整天都縮下來千二米呢 其實他耐不耐 不要說耐不耐啦 他跑到有表現的情況呢 都不少的 但是就變成了 就不是說很有把握性啦 因為他通常呢 縮下來之前呢 他都是休息一個月左右啦 但是這次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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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就好像沒有一個月啊 就是現在就是十幾天呢 就縮過來跑啦 那... 那... 其實他跑千二米一千米 有時候也追得很厲害啊 啊 那... 那麼選擇雷文這隻 旅遊高球呢 這次呢 今季跟大家季初去看試集啊 和勇眼光啊 和那隻叫做高份掃一起試呢 其實這隻馬呢 除了直路那場加過頭罩啦 他今天会加个眼罩的,不是头罩加眼罩 除了这一场他加了个眼罩,我就说他加了个眼罩 其实这只马刚刚来香港的嘴飘下飘下的嘛,我说过很多次啦 接着就是说见他有改善之后呢,就开始跟进这只马啦 一直都跑到三四五啊,三几几啊 跑不进来的一场呢,这一场是被人阻挤的,跑第十呢 大家当他没跑过啦,十一档啊,被人阻挤啊 其实他这一场跑直路赛呢,他就加了个眼罩,他的头有点飘下飘下的 那天他说他加了个眼罩,但是他也是有追,有被人阻挤的 接着就趕快脱下眼罩,又被人阻挤,下次撿回好些档就跑得近啦 其实这只马金贵大致上来说,没一场跑得差的 没一场跑得差的 但是你说他今天又加了个眼罩呢,因为我见过他加了眼罩,这只旅游高球呢 他也有追,他也有被人阻挤,而那场是直路赛来的 但是他的头部动作呢,的而且确呢,就是比起他没有加头罩是多了的 看看他会不会说成熟一点,今天突然间加了个眼罩呢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啦,但是今天的档位呢,对他来说,当然是比较好跑一点啦 那就是说旋风飞扬啦,上次阿雷文都说他就试过一伙插杂呢,骑下去呢 有点小小往下往下,那他上一次出赛呢,赚了小小步速回到来呢 其实潘顿也有想骑下去的,一骑下去呢,他有点点,骑了两下啦 那接着看到潘顿就不骑了,但是他回来是输得不远的 但是上次那场马,大家看一下,其实上次那场马呢,对手都是一些比较新的马啦 但是你说他今天拿了一次出赛经验啦,而这一场马的对手也不是说 就是不是说,第一,就是小马一点啦 就是你上次往下往下,没有什么骑都第五啦 那你今天好小小就可能很近啦 但是这只马始终都是,我看过他试杂骑下去都有一些骑,上一次都有一些骑,看看他会不会再有进步啦 就是这些就是一些边线一点的马啦 因为今天真的实在太小马啦,你都不敢说他说,骑可能都可以的嘛 就是这么小马,又有新马,又有没有试过谷草的马 那英雄战哥不用说啦,那他最大的分别就是,除了眼罩,刚才最后那货集就中段踩上来呢 没断踩上去,他就没什么特别醒的 后来要骑下去,他就有些反应的,看一下他初过来谷草初出就怎么样啦 那这只健康心灵啦,贵贵他都是这样啦,这只马有点能力的 那上一场呢,就是他贵内跑得最好的一场啦 上一场他有些被人阻碍,之前那几场他都没有转脚的喔,我看片啦 但是他这一场呢,他被人阻碍,他有转脚,都追得都挺厉害的 那他追到回来呢,其实就跟那些什么皇帝英明啊,时间宝啊,盈乐啊,健康心灵呢 其实都是很短距离分胜负的,纯粹都是运气来的 不过那一天呢,就是转了冬草没多久呢,那一天就是利追的 短途是利追,中距离又不是很利追的 那么他就快步速呢,就叫做追得近啦 那么,今天收拾个八档,看看会不会再有快步速给他了 这只健康心灵啊,那新历啦,其实就第一场直路赛那天有人问我 我都说,他过到那些马呢,他虽然是有追啦 但是他过到那些马呢,就是比较普通一些的马啦 不要说是聪明不聪明啦 就是一些比较质身啊,没有什么表现的马啦 那么,上次跑来1400,赚了一些慢步速呢 那一场又是一些质身的马来的 就是两场都可以说,大致上都是一些BB班来的 那些什么加州动员,威力什么什么,海旋七福啊 就是第一次跑1400R那些赛事来的 虽然他拿那两次呢,第四第五啊 我不是说那只马差不差的问题啊 我不会说那些马差的 而是说他当日这只新历所遇到那两场的对手呢 并不是一些很硬正的对手来的啊 不过马会进步啊 不过他又没有试过跑夜马 又没有试过谷襲这样 他是延迟报名加入的,这只新历啊 那么,讲精明用俊啦 这只马呢,季初在五班赢了一场谷草12米呢 其实那场马其实的步速是一点都不慢的啊 当日背到133磅呢 执了个二档呢,表现是好的 不过你那些五班马的水准就没有得和这一场比较的 那场是真的都挺水的 但是他跑完那场之后呢 1400那场他就蚀快步速的 他一向1400都不好的啦 另外那两场呢 1200米呢,就是赚慢步速回来输不远的 但是呢 这只马是谷草比较好些的嘛 那么他田草输不远呢 今天季初赢了一场五班的谷草呢 跑了几场田草啦 今天又回来谷草啦 还有一个一档呢 就是以他计算五班那场赢的对手和这一场是没得比的 但是那场马的时间呢 是赢得不错的 而这两次跑田草短途 或者是长直路 他的表现虽然比较差啦 在四班 但是我觉得他四班其实不会很吃虧的 不是说完全没有竞争力 一定要下回五班的 好了,今天就讲这些上校啦 一开始我看到上校执十档 都不用怎么想的啦 但是我细心想过一下之后呢 其实这一场马呢 你说真的很快摆到前面的马 暂时我看下去啦 可能是精明勇俊 是叫做快一点点的 其他的那些 除非他突然间改跑法 突然间变了第二些马呢 其实这只十档的上校 他是有条件 那是剪刀过来的 但是始终剪刀过来的 就还剪刀过来啦 但是脚程呢 始终都要由十档那里 打斜走过来呢 都要浪费了些脚程 那就比较尴尬一些啦 还有要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马 顶到他啦 上次跑得好的 潘明辉呢 今天是潘明辉不能跑的 是不是真的为了这两磅 就用到毛显东呢 不过毛显东上季呢 是帮这只上校赢过马的 是啦 就是我觉得呢 这一场马没什么快马呢 他的十档呢 他可能都可以剪刀过来的 是啦 就 我觉得是看一下那些马的 捕捉啦 和那个制语啦 是啦 如果他执内档呢 这件事就好解决很多啦 上校啦 没有快马啦 执内档啦 那当然是好解决啦 十档比较尴尬一些啦 就是要讲一些报处啊 讲一些制语啦 好啦 这一只新干线呢 上次之前呢 就说他曾经受过一下伤啊 那啊 跟着又出来跑一场呢 那天又是啊 田姬呢 就追得都挺厉害的 那跟那只阿雷汶看的事集 阿朗善浩斯啊 那些路程专家的想见你啊 高明勇将啊 其实是在他和他一起追的 曼氏靓昨天是啊 冒险冬騎得衰的嘛 如果不然就注重了四重彩啦 那这只新干线呢 其实今季呢 不要说他跑了1600那一场 他四场都跑得好的 今季 换了配备之后啊 但是这只马早段落脚 是比较慢些的 他呢 就连续三场1200都是八档九档 八档九档那样呢 今天收拾了个四档呢 看看他可不可以跟到一个好一点的位子啦 他呢大致上来说呢 今季1600又好 1200又好 他没有一场表现是差的啊 是啊 就是行不行是另一件事啦 那只马是跑出他的水准的啊 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马啦 那我觉得这场马呢 就 有些新马呢 又没跑过谷草啊 又没试过谷杂啊 那有些又缩晴下来呢 有些级数呢 都是比较混乱一些的 我自己就选回一些我选开的马 至少这一只旅游高球呢 今季呢 落地呢 两场是被人阻挡的 直路被人阻挡 谷草被人夹 接着就跑第三第二 上次跑第八呢 其实都是执十二档呢 才跑第八的而已 那今天执回一个好点的档呢 那看看他怎样输给那只叫做三班 下来呢 整天都热满的精英至尊啊 凝乐啊 用眼光呢 那这些整堆都是叫做路程专家嘛 那上次又执十二档呢 今天执回一个二档 我觉得唯一可以挑剔这只马的呢 就是他那天跑直路加个眼罩呢 脚马是有少少肥的 就是他动作比较多的 你看看他现在的口本来没有眼罩呢 他是改善了很多的 但是直路那场加了个眼罩呢 那场他也有追都有被人阻挡 但是呢 头真的有些动作呢 下次就脱了个眼罩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呢 又加上个眼罩了 那练马斯当然是有练马斯的想法啦 就是吃神来的嘛 是不是啊 那这一场 雷文都说 其实这只马季初和大家试习 都说他试得好的啦 那你那天输了给一只 在三班下来呢 摆明就是短直路比较好的精英至尊 都没得说的啦 其实两只马都表现得很好的 这只马就最大问题 和健康心灵都差不多啦 多数都不转脚的 这只旅游高球 不可以说全部啦 就是多数啦 那你刑鹿啊 用眼光那些都是有实力的马啦 那他 整天都跑得不错的 这只 看下他今天加了个眼罩 希望不要有副作用啦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艾道拿 就没办法啦 是不是啊 就是 他要用艾道拿 那你都吹他不脏的啊 我是说了一只马的 这只骑士怎么发挥就是他的问题啦 不关我的事啦 那第二只 说回新干线啦 虽然他上一场呢 叫做田鸡騎啊 追得厉害啊 还有那一天呢 是外面追也是有点好处的嘛 但是旁边那只万事靓呢 昨天转回沙田呢 入不了四重彩呢 其实也是 跑得很好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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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犬东拿位那里 只要一旦 如果不一旦 就 然后硬正点 可能已经过了啦 那么这儿 想见你啦 高明尽将啦 都是一些路程专家 那这一只 啊 今季呢 没有一场跑得差的新干线呢 其实他一出门 他不是那么厚的喔 可能今天拾回个好一点的当 這隻新幹線未必需要咬得那麼厚 今天那隻朗善浩斯都跑頭牆 這裡是朗善浩斯 那裡是海南寶 那隻喜晉什麼 然後是長華孝寬 那隻好像是善傳香江 這隻新幹線 現在進來還折起頭 給萬事靚和高明進帳 想見你 其實這裏有幾隻馬 這裏今天再跑的浪善浩斯 這隻再出昨天如果不是這樣跑的 就進了四重彩 這隻找潘頓攝攝得好 也有個Pay 這隻那天周俊羅全部馬頂去外檔 其實他也是有追的 那看這隻今天撿回好些的檔 新幹線有田雞 看看會不會又省得起這隻馬 好 周俊羅 其實他也追了好多 那 今天的檔位比較好 這兩隻表現比較穩定的馬 就選了這兩隻先 第三隻 我選擇一隻 就是黎超聲哥哥的英雄戰哥 他也是要搏的 他試襲都不是一隻很穩定的馬 是好是差的 但是就 希望他除了頭罩 交到表現 選了這隻三號的旅遊高球 希望他加個眼罩 不要有副作用 這隻馬 即是跟阿雷文一起看馬 我說了很多次 這隻馬 最初來到嘴巴飄一下飄一下 接著改善了 沒有那麼飄 交到成績了 那天無端端套罩 今天又有些飄 立刻又脫回 他又剩下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又加回 那 良性角度 希望他練馬師求變 第二隻的 10號的新幹線 長一長都跑得好 就算是1600那場 他也是跑得好 今天的檔位好了 看看田雞可不可以 咬回更漂亮的位置 那就選了新幹線 那第三隻的 英雄戰哥 就要搏的 又沒有菊草閘 又沒有跑過夜馬 又初出 那只是看他剛才那貨閘 都叫做試得不錯的 那就選了他 那第四隻的 就真的比較麻煩 其實兩隻都可以放前些 一隻就一檔的精明用進 一隻呢 十檔都未必吸不到過來的上教 左度又度呢 今天回來菊草 有個一檔的精明用進呢 理論上他菊草 就一定是比田草適合的 季初贏了一場五班的菊草 今天呢 就回來跑菊草了 有個一檔希望啊 希偉心把握到這隻精明用進啦 就是如果他頂得住上教呢 頂著上教 上教在外疊 他就比較一檔 理論上是比較好一點的 那就選了這四隻啦 有什麼事先在live才講呢 請支持這文頻道 簡碼有理有據 拒絕信口開河 哦